各位早晨,我是葉兆熙 今天是6月1號 想跟大家講一個問題 如果你拉不好一首曲 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可能你會說 因為我某些技巧還沒掌握到 或者是vibrato做不到 或者是音準 不是很穩陣 這些是會令歌曲沒那麼好聽 但是我覺得不是主要的原因 我覺得原因是有兩點的 第一 你不喜歡那首歌 當是你要考級才算 考級的曲 其實你沒有特別喜歡它 你純粹只是想著 拉好一些音 拉好一些節奏 這樣就可以了 但其實是還沒好聽的 如果你可以錄一下 你拉那首曲 錄低它 你再聽回 我保證 如果你是用拉好一些音準 拉好一些節奏 你不會說 十分喜歡那首曲 那首曲跟你呢 是沒有什麼關係 你不是很在乎 那個作曲家 作這首曲的背景 它是因為什麼原因 去寫這首曲 它的開心 你又不覺得很開心 它的不開心 你也都覺得 不是真的那麼不開心 就算這首歌 明明寫著是 sad song 但你不會覺得 拉完之後 真的有多不開心 這個就是證明 你不是很喜歡那首歌 那首歌對你來說 是沒有什麼關係 是可有可無 你如果用這個態度 去拉一首歌 肯定那首歌出來 是不會怎麼好 我不知道大家 除了是拉小提琴的 這個興趣之外 有沒有別的興趣 當你是做咖喱 如果你不是很喜歡 或者很有興趣 去做咖喱 你純粹 你純粹想著 你純粹想著 今晚吃什麼 做咖喱 或者是 出錢一丁 吃公仔麵 你不要說是十分很喜歡 那你做完出來 那樣東西 其實是 很未極有限的 我又舉多個例子 如果是 男孩子 你喜歡砌模型的話 你喜歡砌高達 砌模型車 如果你都不是很享受 砌模型的這個階段 或者這個過程 砌出來的東西 可能那些東西是撞得上 但是 美不美呢 是不是 真的很喜歡那件 那件成品 最後你砌出來的舊東西 其實是不會的 所以 喜歡這一點 是很重要的 你有多喜歡那首歌 那首歌 那首歌跟你有什麼關係 那首歌的背景 跟你有什麼關係 那個作曲家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能不能夠 為那個作曲家 他當時所經歷的事情 而有一些 同情在那裡 如果他有一些 不幸的事情發生 你會不會 都一樣 是能夠替他 覺得不開心呢 你沒有這件事的話 你拉出來的東西 就沒有情感 不論那件事是開心 很不開心 是你不會有情感 在裡面 第二個原因 就是 你不喜歡 或者 你沒有說很喜歡 自己的拉法 就當你是很喜歡 這首曲 你聲稱很喜歡這首曲 但是 你喜歡還喜歡 那你都要拉它出來的 或者你要彈它出來的 但是 你有多喜歡自己去彈呢 如果你給自己一個分數 0至10 可能你的分數是 哦 5分 那這個對不起 不是一個很清楚 告訴別人 你很喜歡自己 的演奏方法 我講 我講 喜歡 還是不喜歡 未必因為 你有某些技巧 是還未穩陣 未必是因為這樣 你可以是拉一個沒有vibrato的音 但是那個音是很乾淨 很平均 那些音色是由弓筋 去到弓尖 都是一樣 或者你想要 shaping 你是做到有shaping 有漸大漸小 那是完全沒有花巧的東西 就算那個音真的可以 真的可能會有一點不準 但是 你知道 你拉出來的東西 就是你心裡面 所要的那個 效果 這個 你有多喜歡自己 做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你告訴別人 你多喜歡一首曲是沒有用的 但是原來你不喜歡 你沒有什麼得入 特別喜歡自己的做法 我覺得 如果你想你拉出來的東西 是有分別的話 是有進步的話 你要符合 你要有 對這兩樣東西 你都要喜歡才行 你既需要喜歡那個作品 喜歡的作曲家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東西 你要喜歡自己的拉奏方法 不是 哪一個錄音裡面那個人的拉奏方法 不是你朋友 或者你先生的拉奏方法 而是你自己 你如果這一刻 不喜歡自己 所拉奏的東西 非常之好 但是請你不要停在這個階段 去找一個你喜歡的版本 你心裏面那一把聲 你心裏面的那把聲 你要在你的小提琴 你的樂器那裏 拉出來 你要很強烈地 告訴別人 我是很喜歡我的拉法 你不喜歡 我不在乎 但是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心裏面的那把聲 如果 你未有這件事 你未找到這件事的話 請你去找出來 我認識一個指揮 他唱歌的時候 那把聲是很好聽 但是 很奇怪 當他去指揮的時候 你是完全感覺不到情感 這件事 他明明唱得很好聽的 為什麼 當他要指揮的時候 可以出來的東西 是這麼淡然無味的 可以好像 魅如雀納那樣 就是因為 他不是很喜歡 他對自己的指揮 是沒有說 沒有說很喜歡 他不覺得自己的指揮 跟別人的指揮 有什麼不同 是 是 是挺不謙虛 因為我覺得 也跟這件事有關 你不是一個謙虛的人 你自然不會去想 到底我現在的指揮 我的功力 是有哪裡需要改進 你不會想這件事 所以你指出來的東西 只會是一個很機械化 是沒有情感在裡面 所以我想大家 從現在開始 無論你拉練習曲也好 你拉考試曲也好 你拉先生給你的 雪姿橋裡面的樂曲也好 請你以這兩件事為目標 你要喜歡這首曲 喜歡背後的作曲家 喜歡他當時那個 你要明白他當時作曲家寫的 這首曲的心情 第二件事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要喜歡你自己的拉法 非常感謝你 funeral 不要做 好 好 好 對 好 對 感谢观看